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罗布奥特曼泡澡球玩具 给我们带来玩具的有凯撒贝利亚 还有欧布奥特曼的起源形态 还有蓝色形态的布鲁奥特曼 正好,这些泡澡球都是蓝色的 还有红色形态的罗树奥特曼 那为什么会是他们呢? 因为这次的泡澡球玩具里面的惊喜人物 就是这些奥特曼 而且还有两只怪兽 那这里面的惊喜玩具一共有五个种类 然后还有三个黄金的奥特曼呢 布鲁奥特曼说 这些泡澡球都是蓝色的 一定会是自己的人偶 好想快点打开来看一下 这时候贝利亚就说 这前面的四个泡澡球 一定有两个是她自己的怪兽 这样子她就有两只怪兽手下了 让我打开来看一下 诶,怎么还没打开呢? 欧伯特曼对大家说 这些泡澡球是要用热水才能泡开的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准备热水 泡开之后就知道里面是什么玩具啦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面包窗的盆子 这里面会是什么呢? 原来是凯撒贝利亚和各位奥特曼 接下来我们把蓝色的泡澡球放到热水里 泡澡球遇到热水 冒出了好多蓝色的泡泡呀 哇,水面上冒出了好多蓝色的泡泡呀 看到冒出了这么多蓝色的泡泡 布罗奥特曼想去玩一下呢 罗叔奥特曼对弟弟说 水很烫呢,要小心哦 哦,对了,差点忘了这是热水呢 凯撒贝利亚好像发现了什么 有一个泡脚球露出了一个角 看起来好像是小怪兽呢 那赶紧让我们把剩下的两个泡脚球也溶解掉 这下冒出了更多蓝色的泡泡 布罗奥特曼看到了这么多的泡泡 他说,玩具都在哪呢? 让我们来找找看 诶,好像看到了一个身影 会是谁呢? 那让我们来加快一下吧 终于都溶解完了 那让我们把玩具捞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个捞起来的是一只怪兽 它的背后是黑色的 然后胸前有两个黄色的点点 第二个捞起来的是一个奥特曼 第二个捞起来的是一个奥特曼 它的胸口有一个圆环呢 那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第三个捞起来的会是谁呢? 是一只怪兽 它的头上和鼻子上都有尖尖的角 然后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最后捞起来的也是一位奥特曼 哦,这是一个红色形态的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吗? 那这一次的惊喜玩具分别由 杰盾 欧布奥特曼起源形态 格莫拉 罗素奥特曼 太好了 大家都抽到了自己的奥特曼了 贝利亚最开心了 因为她抽到了两只怪兽的人偶 布鲁奥特曼没有抽到自己的人偶 看起来好伤心啊 这时候 他的哥哥罗素奥特曼就对他说 弟弟,没关系 我把我的人偶给你吧 收到哥哥送的人偶 布鲁奥特曼变得开心起来 两兄弟开开心心地玩到了一起 哇,好神奇啊 罗素奥特曼和布鲁奥特曼 变成了金光闪闪的形态 看起来好酷啊 贝利亚说 好羡慕啊 她也好想有这样的形态 那你们知道 为什么两兄弟会变成这一个形态吗? 知道的,记得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